大家好,这期呢,主要是想把场上的一些技术呢,教给大家 那今天主要我们说的是后场的技术 那后场的技术有什么呢? 有吊球,有拔板,有点砂,有砂球,还有高远球 那我们一个一个给它解剖 那废话不多说,第一个吊球,准备动作 一,加拍 二,引拍 那引拍呢,就是拍面提起来准备击打的动作 就叫引拍 那引拍的时候呢,球拍千万不要往后仰 我们提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提球 那技球点呢,永远放在正前方,不要放在头顶上 很多朋友打球的时候,会把那个技球点放在头顶上 其实是发不到力的,而且很难去控制那个球的方向 然后把它放在正前方去击球 多朋友在吊球的时候呢,也喜欢轻轻一碰就停住了 没有收拍这个动作来做缓冲 那其实他们怕可能吊得太远还是什么 所以,碰到这里就停住了 那你看,其实如果你轻轻一碰就停住了 球反而会跳得更远 而且那个球,那个吊球会更没有质量 会没有这个收拍的动作来做一个缓冲 那吊球呢,应该有一个包起来的感觉 然后顺着这个轨迹 往下打 那吊球的时候也要注意幅度啦 不要说直往前 我们往前的同时呢,也要往上 那这个幅度呢,才会出来 那个吊球呢,才会贴网,对吧 所以呢,吊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还是居里的感觉 稍后 T3Q52q3 还有3X5 2X3 组合现在兩個字形这样的一个名字 打来更多了 组合下来更多了 像两代后 有1 这个动作我们来说滑板 那准备动作一样 第一个加拍 引拍 然后走 要先走 然后转拍面 看上去直线还是去对角 其实都一样 那区别呢 只是最后击打的时候呢 拍面的方向而已 那其实如果我们要去斜对角的话呢 要切它的左边 球头的左边 那如果要去直线呢 不能直切右边那 球会往那个方向跑去 我们应该切正面 加一个左边 差不多一个45度的角度吧 这样去切一个直线 这样45度 那滑板呢 也不能硬控在球头 要有一个包起来的感觉 跟吊球一样 只是这个还有加了一个切面的感觉 那如果你去硬碰那个球头 没有切到的话 那个球就会去到很远了 那很多朋友在滑板的时候呢 它的肘 还没先走 秋快却先往前了 就是这样往前滑的意思 那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也不是滑板 我们的肘呢 必须要先走 我才去滑 如果你的球快先走的话呢 那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直线的话 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子去切了 那就很奇怪 对吧 所以我们走呢 一定要记住 先走 好 要去做 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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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点沙和杀球了 那我们来先说点沙吧 那准备动作一样 一 二 停开 揉 击球点 再正前方 然后点沙 点沙的瞬间呢 主要是靠手指和手腕去发力 那记住啦 点沙之前呢 手指呢 是处于一个很放松的状态 那大家可以看那个手指跟球派中间呢 是有缝隙的 然后在发力的那一瞬间呢 才去滑 才去滑 这样以来呢 击球的那一瞬间呢 那个力量才能最大化的涌出来 那点沙呢 不需要手拍这个动作 像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吊球或者滑板啊 都需要手拍这个动作 这样的一个球才会贴嘛 那点沙呢 可以停住 因为球可以去远嘛 所以我们可以停住 呃 可以不需要这个手拍的动作 所以呢 点沙呢 我们可以选择 点沙之后停住 或者手拍都可以 那沙球和点沙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那沙球除了用手指手腕的力量去发力 我们还需要靠上我们的手臂肩膀还有核心的力量去完成这个沙球的动作 那首先我们要先侧身 那如果这样子去杀 这样子去杀的话 就是非常没有逻辑 然后而且也发不到力 所以我们要侧身 侧身之后 夹开 引开 引开的时候呢 身体就要往后轻一点 然后力量呢 要放在右脚上 准备这个一个蹬的动作 那同时肩膀要尽可能的去展开 不要不好意思展开 因为这个幅度越大 杀的球越重对吧 所以你的肩膀呢 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展开 不要不好意思展开 以后把它缩在这里 然后划不到力 然后用脚发力灯 想把力量传去左脚的感觉 同时肩膀一直要保持这个展开 动作 去杀 大家在杀球的那一瞬间的时候 然后手指千万不要突然用力 这样那个球会往下跑 然后扣下往 大家只要握紧球快 回动手臂就可以了 回动手臂 不需要 不需要把它压下来 回动手臂就可以了 不管大家在杀球的时候 选择不转身 或者是转身也好 力量 脚下的力量都是一样的 想把右脚的力量传去左脚的感觉 往前走 很多朋友在杀球的时候呢 想要靠上半层的力量 或者手上的蛮力去杀球 那其实呢 我们是要配合脚下的力量 和心的力量去完整这个杀球的动作 这样你杀球的时候呢 才能最大化的把力量给用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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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动作高远球 那准备动作都是一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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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动作高远球 千万不要放在头顶上 如果你这样子去打一个高远球的话 那个球只会往上 你是打不到后场的 所以呢 球一直一直都要放在正前方 回动手臂 那拍面击打的那一瞬间呢 手指手腕去发力 然后拍面要直 如果你弯进来或者弯出去呢 可以切到那个球 而且那个球的方向也会落好 所以呢 一定要直 大家呢 在家呢 可以多练起这个回拍动作 手指手腕去发力 然后记住 球拍的拍面呢 要直 不要弯进来 不要弯出去 这样不仅会切到那个球 而且也打不到后场 然后去对角的拍面就往哪里去 都是很直线 直线呢 一直这样 就先教大家这五个后场技术了 改天有空的话呢 再说说别的技术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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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